我在做房地产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深圳的房价 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跌了40% 你们知道当年在深圳的房子 跌到什么程度吗 跌到业主断供了 断供以后打了个广告 叫做房子免费送给你 你只需要把月供给我带走就行 当年深圳出现了一大批零首富的房 我再说一遍是零首富 但是都没有人敢买 但是我有一个客户 买南山半岛城邦的豪宅 在我手上一口气买了47套 南山半岛城邦开盘价600万 他买的时候 300多万买过来的 但是我们觉得他肯定亏 房价下跌下跌成这样 他肯定亏 我也不敢问他 我赚到佣金问他 能不能让我问 他买完以后 我就弱弱的问了一句 我说你这样就不亏钱了吗 这房价的下跌 他就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谁说我亏了 跌了我不卖就不叫亏啊 总有一天会涨上来的 这句话我当时没听懂 但是我遇到了一个小情况 我们家 杨老师当年在做股票 拿了将近两三百万吧 他的全部身价 当时在炒股票 然后亏得一塌糊涂 他想搁斗把股票卖掉 我当时就安慰杨老师嘛 杨老师要搁斗卖 然后很心疼 觉得自己亏了很多钱 亏了几百万 我说亏了咱不卖就不叫亏 总有一天会涨上来的 结果你说杨老师干嘛了 杨老师一听 老公有道理 他不但不卖股票了 他还补仓 我靠 他看到跌 他就继续补补 结果不到两年时间 他的股票全部翻倍 09年 深圳的房价飙涨 一年的时间翻了一倍 在做各位 我那个业主当年三百万买的房 翻了将近六百万到八百万左右 那个业主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靠买那四十七套房 大概赚了将近有八千多万 一年的时间 我终于听懂了那句话 亏了我不卖就不叫亏 总有一天他还会涨上来的 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们了解 整个全球的房地产发展态势 你去看 香港97年金融风暴 房价跌成什么样 跌了90% 但是今天你再看香港的房价 远超97年最高水平 你去看看美国08年 次贷危机已经到什么样了 房价都已经是成倍成倍跳水 但是今天你去美国投资房产 你看看 今天美国的房价远超 07年最高水平 换句话讲 房产上涨下跌是正常的 中国的房价不正常 只涨 不跌是不对的 政府强烈打压是对的 但是强烈打压它还会涨 今天中国房价为什么不涨了 你们都知道 没法买呀 限外令 限购令 以前在深圳买房子 只要十个人就能买 现在呢 不好意思 不是本地户口不能买 外地户口你有社保吗 最少交三年社保才能买 天没地方去啊 当然了 我不让你买房啊 我指的是 你可以合理的布局 就算咱房子跌了 咱收租也不也挺好吗 而且还有 我不知道你全部买房 我再说一遍 是所有的资产 你都得做合理的配置 听懂的举手 咱除了有房产 咱除了有黄金 咱除了有股丸字化 咱还得有有价证券 股票 基金 债券 保险 保险要不要配 必须得配呀 你不保险能行吗 配保险不是为了让钱增值 是为了能够让你给你 做一定的风险隔离 换句话讲 将来你不管发生了什么 你还有钱 而且布局之五大资产 指的不单是在 中国布局 你得有全球事业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为什么有钱都不是移民 为什么有钱都在国外买房产 都在香港买保险 这很正常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会说 我会说 我会说